好 回到懷疑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澳洲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从今天开始展开 为期四天的访中之旅 那这也是七年来 澳洲总理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 之前我们都知道 Morris他是站在一个 很抗中的立场 不过埃班尼斯他立场 稍微调整了一些 但是现在怎么看 就是接下来从2023 甚至要马上进入2024 澳洲跟中国大陆之间 这个中澳之间 目前都希望维持在一个 什么样的中澳关系 很高端的关系 我现在这里来看 而且也看得出来 中国试图在建立一个 在现在的国际当中的大国 所谓像澳洲这样的大国 他要建立一个新的 在疫情之后的一个 大家友好贸易 而且以贸易经济 互相共融的一个高规基础 他来建立这个样板或模板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一次其实埃班尼斯去 当然外长去了 然后黄英贤去了 然后贸易部长法瑞尔也去了 重点我们来看他见谁 他见了习近平 而且还见了人大的委员长 赵乐际 李强 只要在国际当中 我们要看中国大陆接待规格 如果这三个人 建的是最高规格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所以他们在这次去 那当然肯定到这个规格当中 他不会就只是互访 接下来这互访的最后的结果 就会推出中澳之间的具体的经贸合作 这绝对是前期在幕僚当中 作业的最后丢出一个厉害的 中澳的一个合作的 经贸的具体的这些订单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要知道 其实在知道 从阿伯利斯太太去年5月上任之后 可以说中澳的部分 从冰点当中一路的起来 从我自己来看 国际观察当中 那个起来曲线可不是缓的 它那个部分曲线就是这样的 是提升一年多以来 已经实际上中国大陆开放的 跟过去莫里斯比起来 更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刚刚强调的部分是 我们现在对比 中国大陆在这对环太平洋 中间的国家的关系 我们比照菲律宾比照了越南 甚至连中澳这么远的 我们知道澳洲 其实是美国的小老弟 对吧 所以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当中 是靠着美国的 可是现在中澳的关系 甚至超过菲律宾跟越南 所以我在描述部分 它要建立一个中国现在 在大国之间经济 我们用这样子的澳洲规格 未来德国 法国 欧盟里头 谁是这样的规格 那就大家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次特别值得来看 中澳之间最后在访问之后 结果推出来的 中澳的合作具体的订单 跟合作的这些资金的规模 合作的项目的细密程度 值得观察 特别讲到的经济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 中方在最近几个月 看到是放松了 对澳洲的大麦 煤炭 木材 这些商品的贸易壁垒 但是对澳洲像龙虾 牛肉 这些相关商品的进口 还是有存在限制 目前也正在对澳洲的葡萄酒 进行关税方面的审查 现在这个审查的结果 还在等待当中 澳洲在地缘政治上 我们看到它不再是 仅仅是说定位自己 是一个南泰领导国家 不过从经贸上来看 现在澳洲双方互相都有筹码 但各自的筹码是什么呢 老师您觉得 我是觉得说澳洲跟中国 在过去一轮的经济上面的冲突 都已经对两国的经济来讲 造成一定的伤害 可能对澳洲来说尤其是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我们在讲说外交上面的竞争和合作的时候 要不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合作 是因为有共同的压力来源 或者说两个国家的合作 可以共同创造经济上面的 或者是共同的好处 那刚刚这个上次哥也提到说 可能美国跟澳洲 他们是来自于共同的 安全上面的一个压力 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 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压力 所以澳洲在这个部分 安全上面的议题就跟着美国 好像是变成美国的小老弟 但是他们也看到说 在经济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持续跟中国对抗下去的话 那某种程度来讲 会对澳洲的内政 或者是经济的压力来说 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 这个埃班尼斯上台了以后 工党上台了以后 它就完全的翻转了过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不敢讲说 在外交的这个部分来讲 会被打包处理 也就是说经济跟安全 会被一口气的翻转 可能不至于 但是至少在经济上面来说的话 那埃班尼斯 就是说代表工党的立场来讲 是希望说不要是完全 跟中国断绝这个交往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说 那两国后续来讲 除了这一波的 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别的解除以外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 也可以稍微仔细的去看一下 某种程度来讲 放宽的这个部分 可能对于中国来说 也有它的需要性 所以继续封锁的那个部分 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你说像龙虾啦 牛肉啦 葡萄酒 那是不是中国一定要它进口 或者说是不是 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这些东西继续不进口 减少进口 有什么造成大的伤害吗 不见得会有 但是你说像木材煤炭 这些是属于原物料 甚至是属于工业发展的 重要的一些原料来讲的话 他觉得说现在来放宽的话 对澳洲是四方善意 我觉得还包含像铁砂也是 然后铁砂可能是在 下一波会开放的这个范围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可能对于中国来说 它也需要 所以释放一个善意双赢 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 就跟你讲说 OK那真的是一笑闽恩仇 龙虾还是不行 红酒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 继续不让你进口 或者是用课比较高的关税 我们没差嘛 现在老百姓可能 对于中国来说 它也不是必要的 这样子的一个民生物资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于 各自的利益去做一个考量 那当然就还是看 因为现在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爱巴尼斯还是在中国 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正在进行中 所以会不会有在谈到 更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或者是后续 会不会也看到说 习近平也接下来 有没有机会 甚至到澳洲去做访问 这个可能都是一个指标 这总是在谈的过程当中 就是各取所需 对 但是这次爱巴尼斯去 还有一项任务 因为这个就是跟交涉放人有关 要放谁呢 就是这位在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的澳洲华裔作家 叫杨恒均 他已经在中国大陆 被关押超过四年了 杨恒均的两个儿子 现在都已经二十三十岁了 两个儿子就写信给爱巴尼斯 希望爱巴尼斯这一次 那么向中方能够表达 希望中方能够赶快的 把他们的爸爸放出来 10月28号特别就是写给爱巴尼斯 希望他能够采取行动 爱巴尼斯也表示说 在访华期间 将会对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领导高层表达出 对于杨恒均的关切 在杨恒均之前 大家知道在10月份才释放的是一位叫陈磊 陈磊是在2020年被控涉嫌了间谍罪而被关押 10月就是2023年的10月才被释放 当然现在还被关押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杨恒均 那么一位前广东电视台澳洲籍的主播 叫做哈定 他说2021年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曾经有人找他暗中的去搜集澳洲的情报 我特别想问文贾老师 因为对情报方面比较有研究 澳洲为什么现在也变成一个 好像很重要的一个情报交换的一个重地呢 我应该先这么讲 因为澳洲它之所以成为是一个美中情报的一个重地 那来自于美中一个竞争的博弈 因为其实呢这个情报呢具有先战之战 无论你是外交战 无论是军事战或是经济战 显然一见你就先掌握对方的这个资讯 他的战略等等这些布局 我们才能有效的因应嘛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中美呢在澳洲呢展开 这个所谓的非常激烈的一个 就是一个军事外交跟这个经济的一个战争 引发呢在澳洲是非常现在扮演的非常举着轻重的角色 也就等于说澳洲是没法去抵抗地缘政治的一个压力 他必须得在这个战场上让中美之间呢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情报的部署 那所以呢最近看到这个两个案例 就是在澳洲的这个 澳洲籍的公民到了中国 然后就接受就是受到拘捕 那当然这个人是牵扯到一个情报跟人质 人质事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彰显出来 那我看来呢其实在中国呢 他现在刻意在澳洲部署呢 其实当然就是除了他了解美国情况之外 他也要趁机来分化澳洲跟这个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澳洲跟中国的关系的之前之所以有恶化 是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嘛 那其实这次去虽然澳洲的这个阿尔巴尼斯去了中国 其实眼见看台面上是很乐观 那实际上他还是很悲观的成分在 因为美国会在后面撤走 那所以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制造很多的问题 让澳洲呢觉得说也不要忽略到中国 对他的一个地缘的威胁 对他的这个经济的威胁 对他的外交的威胁 我简单再追问一下 在刚才我们提到说中澳关系趋向和缓 而且是慢慢回温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现在放了成磊之后 您觉得我们刚刚提到杨恒均 他被释放的机会大吗 我觉得那就要看这个就是中国的态度 我记得在当初马席会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有这个案例发生过 其实当初也释放了我们两个情报人员 被他们拘捕的换回来 那时候形势我觉得是一片好转 那实际随着现在的状况又被紧张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在情报站里面呢 其实会呈现了不种 各种这个所谓的一个宏观的影响面之下 会呈现一章一词的一个关系 澳洲国防部呢在日前证实 他们要派遣超过200名指参人员 参与在12月啊在日本所举行的 山鹰地面联系联合演训 那这个山鹰联合演训呢 这次澳洲是第一个受邀参与的国家 那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呢 澳洲在跟这个日本方面 还有美国方面 指参人员会学习到演练跟规划 大规模的这个作战行动 好 澳洲在跟日本签署了 相互准入协定之后 就看到跟日本方面呢 提升了这个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现在看到透过军事 透过防务的合作 把触角从原本的南太 延伸到了印太地区 那究竟是基于主动的考量 还是说被动的配合 一任怎么看 其实先看澳洲总理这次访华之前 他已经先去美国 跟拜登见过面 我现在认为就是说 第一个澳洲他的国防政策 或他的外交政策 一定不可能超过美国 给他的一个范围 我认为现在是大概有 我会讲说有三只手 外交呢要握手 经济要手牵手 但是军事要防一手 他们现在其实基本上 军事防一手 对 军事要防一手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就有三只手 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其实从美国 这次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一个 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基本上也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接下来要见面 那么回到说军事上 其实他还是回到一个四方会谈 当时的一个基本框架 就是美日澳跟印度 美日澳印 这四方会谈呢 其实当时就是希望说 除了在这个南澳以外 我们讲南太平洋以外 也包含要扩及到整个印度洋 这一次日本让他这个澳洲参加 这个我们叫做相互准入协定 其实当然在军事上面 它是一个突破 因为它等于是让澳洲的部队 可以直接到日本去 不管演训也好 不管是参与训练 或者是在各方面 包含连参谋官都可以过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从之前 欧洲总理访美 然后并且一个共同声明来看 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认为在军事上 不希望中国大陆 不管在南海 在台海 有任何要去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演训 还是都是为了而来 OK 好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现在大家关注 回到台湾的大选 剩下70多天了 但现在蓝白河还没搞定 怎么观察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全世界 大选剩下70天了 现在看到蓝白河 是不是要走回原点了 在这两天看到 有个重大进展 就是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他表明说 他愿意采取全民调 但是他也愿意 在误差范围之内 做出礼让 这个昨天也被媒体问到说 这误差范围到底是指什么 民调误差范围 大部分都是3% 他说在民众党是回应是说 大概1.8%到3%之内 如果是在这个误差范围内 他愿意礼让 他当副手没问题 对于民众党这边出招了 所以国民党这边的最新回应 就是由的主席朱立伦 就提醒说 不要再走回原点了 但间接也就是否定了 用全民调的方式 不过朱立伦呢 这边也抛出了 日本模式跟德国模式 这两个模式 什么是日本跟德国模式呢 除了民意调查之外 侯科对上赖销 或者是科侯对上赖销 就是说相对式 就是对比式的民调 日本模式是参照 日本自民党 还会请这个蓝白立伟 参选人投票 来选出人选 而德国的模式 则是参照 德国国会的联立制 那么会纳入政党的支持度 现在看到蓝白和 现在到底合不合 我觉得这是 非绿选民最关心的事情 不过现在已经进入到 政党协商了 大家想说 当然为了分配这些事情 有人说是分配 有人说是分赃 不管是分配或是分赃 现在蓝白究竟合不合 为什么还一直陷在 全民调 或者是部分民调的 这个思考当中呢 沈老师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对于国民党来说 那这个局 他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我们当然宜任在这边 或许待会会有 更多的这个内幕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但我个人从旁边做观察 我会认为说 一路这样过来 国民党是把它拆成两个层次 一个是国会的合作 或者未来政策的合作 还有一个就是说 短时间之内 到底总统该怎么样 来共同赢得胜选 那这两条轴线 分别是由两位领导人 在进行去做规划跟布局 那朱立伦看到 就是说他希望透过政党协商 既然是政党协商 他谈的当然就是在 国会的层次 还有未来政策的这个部分 所以谈所谓的联合内阁 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 这些政策的这个方向 那这个是朱立伦 他来去做操刀 那选举的部分 到底谁振谁负 或者说该用什么样 这个方式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要尊重 侯友宜的意见 因为侯友宜毕竟他是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这个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对于民众党来说的话 他相对单纯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所以对于这个 选前的这个选举要怎么合作 还有选后的两党要怎么合作 都是柯文哲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现在看起来会比较容易 触礁或者说看起来会比较容易 有产生分歧的原因 就是在于说 他同时要面对朱立伦 也同时要面对侯友宜 然后看起来的话 好像在面对朱立伦的那一块来说 是比较多可以谈的这个空间 可是在面对到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宜是比较 用一些比较高姿态 或者是比较硬的 这样子的一种规则 来去跟这个柯文哲做谈判 不太愿意妥协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来讲说 蓝白到底要怎么合 那对于民众党来说的话 他可能就是 完全就是柯文哲自己 在做最后的一个盘算跟决定 但是国民党内部可能 还必须要去看 就算是谈出了一个 这个朱立伦可以接受的 那侯友宜接不接受 甚至是就算两个人都接受 国民党其他的地方上的 这些政治人物要不要接受 你刚刚提到说 还是要尊重候选人的决定 那候选人就是侯友宜嘛 已经说出重话了 侯友宜针对蓝白河 不是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吗 说3号就是最后期限 然后过了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他特别用了 火车过站就不等人 时间也不等人 当然国民党基层也出现声音 说不要再讲什么蓝白河了 干脆就自己勇敢一点 勇肿一点 我们就自己选了 选到底 那现在最新也听到 说这火车过站说 但是朱立伦讲的是 火车还没进展 上志哥请问一下 你觉得现在火车到哪里 我觉得中国字很好玩 大概基层选民看就叫破局了 可是我们就叫做回到原点 真有意思 我首先讲侯涵配这件事情 我跟侯涵配最近 韩国瑜这件事情又被点名 这是最近在基层冒出来的声音 大家也在关注从哪里冒出来 我想其实大家查了半天 大概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个部分是 确实是基层的期待值 就像刚刚何荣所讲的 一旦如果国民党自己就选了 就戏卡都了 就这样走下去了 那么当然也不管大局 赖清德也不管了 就是说维持国民党的这个面子 大胆泱泱嘛 就这样下去的话 那这里头国民党 大概最有可能胜选程序 就是有机会 大概就侯涵配 当然这个是基层放话的期待值 另外一路是不同 另外一步是对于韩国瑜抱不平 我们听到的部分是主要是 在这一波大陆 韩国瑜已经表达要统估 韩国瑜表达很多东西 也对侯友宜的部分 该力挺了也力挺了 可是看得出来 就朱立伦的部分 没有让韩国瑜有太多 可以跳出来的空间 不分区也没给统估 或这些部分表现 都没有韩国瑜的空间 所以基层上当中 有一些支持韩国瑜的觉得 他怎么可以在这场选战出席 所以这两路在侯涵配当中 才是真实的思路 今天最新就是在台北市的 侯友宜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我看到几位国民党籍的市议员 要选立委的 不育而同都在脸书 PO出了当然这个活动通知 你看到大海报上面 当然侯友宜是中间 然后另外一个是台北市 因为是蒋万安嘛 旁边就是韩国瑜 对 我想这个当中有很大的意义 是如果说蓝白能够合的话 万亿万亿 小金门嘛 小金门如果柯文哲 比如说可以站台 他当然可以把白的票 而且这里头 特别是对于那些五五波的 跟绿营的当中 这监困选区会有帮助 但一旦这个东西没有了 蓝白和没有 柯文哲来站台就没这回事了 而这里头在党内 整体来说有吸票机的部分 那当然就韩国瑜 我想刚刚其实何荣讲的是这一点 但我要表达一点就是说 现在其实整体来说到政党层次了 说实在的 我们看到侯友宜现在的部分 他所说的一切 都可以理解他背后 大部分还是金普通的思路 在这个里头来推动 并不是侯友宜自己的思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侯友宜跟朱立伦 还是有一些落差 这个没有一意的 但是随着现在只剩70天了 到接下来往下走的部分 真的是政党的层次 说尊重参选人 也就是尊重侯友宜这件事情 我认为后面并不是不尊重 国民党也没有别的牌可以打 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相信真正的取决的权力 现在在布局当中 真的那个权力还是在朱立伦 因为他还要顾及的部分是小鸡们 顾及的最后充斥当中 这个国民党的金流 还有多少钱的这个部分 都让国民党没什么钱 所以可以这样子问 是说现在如果蓝白合不成 韩国瑜能不能够成为一招火旗 关键还是在朱立伦 可是看起来朱立伦不会给他机会 好 我个人的观察 那您刚刚提到柯文哲如果合不成 蓝白最后合不成 柯文哲会不会帮蓝营的小鸡站台 会是一个关键 你觉得如果柯文哲因为蓝白不合了 不站台对蓝营立伦的选情 会有多大影响 是这么看吧 这个柯文哲这么站台 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本身自己的立伦 目前来看的话有几区是有礼让嘛 对不对 那至于其他区你说真的影响很大吗 也许一个月以前我相信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时间又过了一个月 这个月柯文哲的态度 我不要去称他为反反复复 应该是说他会有一些他自己的节奏跟步调 他有自己的考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过去对于蓝白和 很多国民党的基层的一些民众 对于蓝白和原本的那些期待 其实是被柯文哲已经 我觉得消磨殆尽了 包括他展现出来的态度 所以你说真的柯文哲再去帮国民党立委 不管是站台与否 我认为也许他的效益不如韩国瑜来的大 这是我第一个我的判断 所以立委选举 如果我们讲区域立委的话 其实立委跟立委之间自己去做合作 我觉得反而来的更好 比如说之前像林嘉欣 在台中他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他就有请那个蔡碧如去 当时卢秀燕也在 所以其实所谓的母鸡 柯文哲到底可不可以去适当的 在国民党内部扮演他是秤职的母鸡这件事情 我认为时间已经过了 时间已经过了 国民党自己内部还有其他的母鸡 所以我认为对立委选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另外一位大家别忘了他 还有郭台铭 郭台铭这两天我们看到他浩浩荡荡的 就是送那个连述书 那个在最后一天 这个送交连述书的日子呢 他们阵营是说呢 送交了103万6778份的连述书 原先我们之前讨论说 大概29万份是门槛嘛 不过现在送交是103万 可是交给中选会 还要中选会认定 有多少份是完全符合中选会的规定的 这个数字可能要在之后才会知道 不过103万果然是符合了 之前大家所预期的 绝对是先拼面子 拼出百万再说 但中间也闹出了不少的争议 文贾老师怎么看 郭台铭现在看得出来还是要选到底 而且最新的民调 我昨天才看了5%左右 他还是有5%的这个影响力 你怎么看就是说 他到底是这个是要打算是 拿这个5%当做他继续选的本钱 还是说跟蓝银这边 不管是蓝或者是白 来校正的本钱 那当然拿到这么多连署 103万就是要接历史例嘛 这是没问题的 103万现在是交出去的 不知道合国 这样子因为我每次分配到这个郭台铭 所以我对郭台铭也特别有去研究嘛 因为其实在历史看起来像2000年的时候 宋楚瑜他那时候连署106万 但是后来他审核过94万 但是后来他拿到的这个票是466万 那此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 宋楚瑜又连署一次 他那时候呢这个连署了44万票 然后呢他拿到36万 其实是有落差的 但是我看起来呢这个 郭台铭是拿103万票 那有效票可能他会落在90万 少了10万 如果按照宋楚瑜的例子来看 这样是要90万 我们知道这个郭台铭呢 有钱就是任性 他这个时候他如果是继续再去撒钱的话 那显得意见了这个是非常关键 所以我呢我是觉得说 其实郭台铭他这么有钱 其实他应该好好的 虽然现在整个这个蓝绿的这个媒体都是忽略他 但是他可以去 在媒体上去大作文章 激励使力我觉得呢 这也是他能够突破重围 此外呢他能让他影响这个关键少数 因为还有16天 如果他这几天能够造势的话 那这样子我觉得蓝白呢 可能会找他 因为毕竟他的宗旨是他要促进非绿的一个团结 然后呢此外他也要去政党临替嘛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是郭台铭现在 不管是要选不选 不是他最重要的筹码 那如果真的是您所说的七八十万票 当作一个谈的筹码 不管是找蓝的谈找白的谈 但问一句这要怎么谈啊 这不可能跟蓝台啦 因为就是朱立伦就跟安卡 而且他们就有点猴云到楼下 那都不见面 他都没有跟蓝台 他现在其实大概就是跟柯文哲 那跟柯文哲现在当然就是 他们先前去公庙之后 你看结束之后就一起还去吃饭 还帮他做了素菜 那看起来现在就是说 当然首先郭台铭要到省下去 他现在有 就这边新潮流 绿营在查绿营在查